萬安市長 萬安市長 信守承諾 信守承諾 社宅信辦 社宅信辦 不能退縮 不能退縮 大聲呼喊口號要市長蔣萬安信守承諾 社會住宅推動聯盟表示 蔣萬安市長在選前承諾以5萬戶為目標持續推動 也認同因透過都市開發取得社會住宅 但蔣市長就任至今已經將近5個月 社宅信辦政策仍不清楚 在重大工程專案報告中 對任內將規劃的社宅 也僅以7000戶新增潛力基地模糊帶過 因此要求蔣市長實踐證件承諾 持續興建社會住宅 那我們社會住宅推動聯盟 在去年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針對六都的首長候選人15組 一共進行了邀約跟拜會 那拜會的其中14組的候選人 含台北市的三組 那在10月6號的時候 我們到蔣市長的競選總部進行了拜會 那蔣市長對當時的我們的五大訴求都表示支持 那特別是社會住宅持續興辦的部分 他覺得五萬戶延續的各個過去市長的證件 以及願意就是說積極地在可能有可能的情況之下 從五萬再往五萬七的這個數目 他都一口答應這樣 我們要公開的呼籲蔣市長 他針對他們同黨議員這樣的不要蓋社宅的發言 蔣市長台北市政府應該勇敢的站出來表達 我們就是要繼續蓋 我們就是繼續要蓋下去 以及他剛剛講的他如何把七千戶蓋出來 他之前講過如何透過都市開發取得社會住宅的部分 我們都希望他趕緊把具體的方案拿出來 我們已經等了五個月了 社宅推動聯盟表示公有土地有限 透過都市開發新辦社宅是重要手段 但現行容積獎勵機制 要開發商回饋社宅無意淪為空談 但是以目前來說 台北市透過容積取得社會住宅的機制 全部其實都是沒有辦法奏效的 對於開發商而言 在一個兩倍法定容積的一個天條上限之下 他優先申請的是什麼 他會優先申請免費的容積 包含一些我們看到的都更的規模獎勵 史成獎勵這些免費就可以拿到的容積 他優先的拿到 其次他會透過容積移轉 這個比較便宜的方式去買一些容積 在最後可能透過TOD 他即便用TOD的方式 他的增額容積也可以透過繳納代金的方式來去處理 換言之在這樣子的機制底下 目前的都市開發其實對於社會住宅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以我們目前看到去年的TOD的案子 原立的文山集合區住宅案裡面 就可以看到透過TOD的專案放出來的容積 讓這一個建案多了4萬平方公尺 相當於1.2萬坪的空間 但是市政府連一戶 社會住宅都沒有分回來 因為市政府沒有想法沒有規劃 他們覺得只要給錢或是給社會住宅都可以任由建商選擇 但是台北市缺的是錢還是土地 台北市政府自己承認其實最缺的都是土地 所以我們要求應該要徹底的去檢討目前所有的容積獎勵機制 如果未來要獲得一定規模的容獎 容移增額容積的開發個案 我們要求他一定要回饋一定比例的社會住宅 或是作為出租的可負擔住宅來使用 絕對不能像現在一樣再繼續把容積變成一個無償公益性的一個政商籌碼 現場民眾黨市議員黃靖穎 陳佑誠 張志豪 林真宇 以及民進黨市議員何夢化也到場呼應社宅禮盟的訴求 表示將持續監督蔣市府的社宅政策 我們在全台北市都希望繼續興建社會住宅 我想在過去8年台北市站在社會住宅的領頭羊的角色 帶領著全台灣看到社會住宅可以有不一樣的風貌 在社區裡面逐漸開始接受社會住宅 我相信蔣萬安站在這麼良好的基礎上 對於社會住宅的興建應該要更有信心 但不知道為什麼蔣萬安始終不願意面對社會住宅的問題 在蔣萬安在專案報告公佈有7000戶社會住宅池 我們同時也向台北市政府所知 或許這份所知等一下可以提供給各位媒體朋友 我問蔣萬安7000戶要蓋在哪裡 你的潛力基地在哪裡 洋洋傻傻請督發局的人員寫了一整篇的作文 卻只告訴我們三個基地 西寧市場跟國宅的改建 EOD如同南港城鎮國中 另外還有北投機場的分期分區開發計畫 但時辰預算完全寫不出來 蔣萬安永遠對於社會住宅都在開拔蠟票 你到底在害怕什麼 蔣萬安社會住宅應該是你必須面對的問題 而不是困難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在專案報告中 用包租代管用租金補貼來替換這樣相關的概念 不過我們可以知道其實在市中的執行有非常多的問題 是需要檢討的 那蔣萬安蔣市府到底有沒有具作相關的檢討 我們也非常的懷疑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前幾天 國民黨的幾位議員朋友們 也針對社宅相關興建來發表他們的看法 發表他們的論述 那再搭配到我們蔣萬 不管是在社宅的興建上面疑問三不知 我們真的合理的懷疑 這幾位市議員是不是在為蔣萬的政策轉彎 在為他的政見跳票在鋪路 那我們真的呼籲 所有的關心我們居住正義的朋友們 關心社宅的朋友們 可以持續地來求我們的蔣萬安市長 真的落實他當初選前所提出的政見 落實社會住宅的興建 對於社宅興建市府回應 政府要解決的是居住問題 社會住宅除了自建之外 都發局也規劃公辦都根社宅 EOD 都根分回 融機回饋等多元手段 解決居住問題 記者臨期會 台北報導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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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